快检查舌头,确认自己有没有胃脏癌体质。 中医是陈朝宗解释,有三种体质容易罹患胃脏癌,分别是肝胆式热型、肝阴亏虚型、脾虚失足型。 中医会观察舌头外观,结合症状对症下咬。 三种体质容易罹患胃脏癌。 陈朝宗说明,有三种体质容易罹患胃脏癌。 首先是肝胆式热型,舌头的舌苔会很厚。 像是上面有一层垢,连带会有胸鞋不疼痛。 小便颜色为茶色,会出现黄胆,恶性,呕吐,食欲差,大便也会密解。 第二个则是肝阴亏虚型。 肝阴亏虚型就是阴虚或旺形,舌头的裂缝较多。 晚上容易睡不好,会到热,流汗,大便会吸烂等。 最后则是皮须师组型,特色为舌头胖,红。 皮须师组型者,肠胃功能不佳。 下肢会水肿,头部会胀,会有恶性情况。 陈朝宗补充,光从舌头其实也很难判断是否罹患胰脏癌。 因此,就医时会结合超音波检查,详细确认。 逆茶饮保健肝功能,预防胰脏癌。 由于胰脏或肝胆问题相近, 皆属于发炎或是湿热发炎情况。 民众可以饮用阴沉绿茶,改善肝胆经湿热。 预防肝功能异常,黄胆等。 阴沉绿茶有阴沉10公克,绿茶5公克。 用1000cc开水煮5分钟到10分钟即可。 时常饮用可以保健肝功能,肠胃功能。 预防胰脏癌等,三穴位调解肝胆。 此外,遗脏发炎与胆结石也有密切关系。 全朝宗说明,中医当中有三个穴道可以预防胆结石。 甚至可以改善胰脏发炎,如张门学、中主穴、趋齿穴。 张门学是肝胆经相关穴道。 中主穴则可以调节肝胆及肠胃功能。 趋齿穴则具有解读作用的。 建议民众一天可以癌5到6次。 一次5分钟到10分钟,维持身体健康。 感谢收看。 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